真厉害 他又是运动榜部署第一 自从朋友圈流行起晒部署 不少人走路上了野 刘女士也是一位暴走狂 每天要走两段步 但近日他被诊斗为急性滑膜炎 按一下膝盖都疼 肿的比较厉害 肿的比较厉害 然后走路都会堵在草腾里面有东西 医生介绍 膝关节滑膜炎是由于膝关节扭伤 和多种关节内损伤而引起的无菌性炎症 滑膜的功能异常会导致关节液 无法正常生成和吸收 膝关节就会产生肌液 医生指出 剑步走并不适合每一位健身爱好者 新手建议从2000步开始逐渐的加量 慢慢找到合适的运动量 让心率保持在80到120间平稳的状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5000步到1万步之间都是比较恰当的部署 除了过量运动外 这三类人的膝盖也要小心了 肥胖的人 膝盖随时承受着更重的压力 也更容易受到损伤 蹲和跪时 膝盖的负重量是体重的8倍 保持过长时间的蹲位 对人的膝盖伤害很大 此外 长时间穿高跟鞋的女性 膝关节的负荷也会更大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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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